ranch时月 这一世 悲喜交集爱恨争止 何惧面前供故事 江山余火婉怨 对酒当个绝别 千秋入梦回首时 已走远 过往空尽叫不出 春江花月楼抬头 当天明月今何处 唤起翩翩晴红 历史的天空 留不住寒雨也来逢 岁月藏起一番番酒梦 曾经是千悲不醉 不可一世的交纵 都被贪置一回 消散成灰后空空 曾经年少因子 一种千里的星空 被随手遗憾 匆匆被沉破 被随手遗憾 匆匆被沉破 不可遇见 人物 并预减 不可遇见 但数据 富大 数据 没有 不可遇见 不可遇见 要不得 突然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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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已经在长宋无忌那儿暴露行计 迟早会连累王爷 牺牲你一个 让王爷平安地回到长安 也算死得起锁 安心上路 震奴 三哥 三哥 为臣救贾雷迟 陛下恕罪 三哥 你救了朕的姓 还救了媚娘 朕怎么会怪罪于你呢 多谢吴王救命之恩 没想到长安一别 竟然会在这里见面 对了 三哥 你怎么会在长安呢 这次要多亏了秦玄 他最早在安州的时候 已经发现了这帮刺客的行踪 只是 我们来不及报回长安 况且 我担心我送出去的消息 有人不一定会相信 你的难处 我理解 三哥放心 你的忠义之心 天地可见 此番定然留在长安了 你没事吧 闪开 闪开 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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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陛下 这是怎么了 有反贼 潜入禁院行刺 是吴王救了朕的性命 还有 五妹娘 已怀上了父皇子嗣 巡礼 是先帝太妃 朕 要接她回宫 李公 最后发回来的两份消息 都确认吴王 并无反意 有问题的 是那个长使 杨清玄 父亲大人 也许 我们冤枉吴王了 父亲大人 此刻 已是身世 这李公 死于桿叶寺外 围剿刺客的激战之中 此事由很多人亲眼目睹 您为何还要花整日时间 来验尸呢 冲儿 李公是为父安插在吴王府上 最后的眼线 吴王重返长安之际 李公一发来有利于吴王的消息 他便死于非命 这里面大有玄机啊 提禁大人 我等反复查看 李公尸体 确实没有异样 大人 有问题啊 发现什么了 大人请看 这是后背心口 正是 而且切口平滑异常 乃力气所为 启禀大人 皮甲后心处也被穿透 把尸体翻过来 大人 这后背心的伤口 为何始终没有发现 卑职罪该万死 你们 冲儿 好了好了 别为难他们了 你们起来吧 谢谢大人 大人 谢谢大人 这是一把极快极薄的匕首 从后心插入又迅速拔出 伤口根本难以发现 高手啊 孩儿也听说过 若匕首极薄极快 伤口便留不下任何痕迹 李公是被人趁乱暗杀的 冲儿 你现在还觉得 吴王 没有异心吗 为了陛下的安全 不可让吴王 留在长安 我等寒门学士 好不容易出了个身居 尚书高位的许大人 不料转眼就被削指贬至他乡啊 是啊 看来若非出身高贵的门阀世家 就算真的爬上去了 轻浮也不过是一夕之间的事 诸位 说句心里话 我近日常有虚妄之感 再无贵人相助 我们注定是要陆路度过此生喽 贵人 朝中贵人 岂能看得上我等 陛下从耿业寺回来了 诶 诶 吴王 他怎么也回来了 诶 你看 陛下和吴王居然骑马在旁陪着 那马车里会是谁啊 该不是长孙大人病了吧 快快 叩见陛下 平身 谢陛下 陛下 陛下受伤了 朕没事 倒是武才人伤势不轻 他已有了父皇的骨肉 一定要好生肇肉 微臣遵旨 臣等全力以赴 为武才人诊治 启禀陛下 长孙大人求见 好 朕正有事要与他商议 让长孙太尉到御花园等候 是陛下 三哥 你先到御书房等朕片刻 好 媚娘 媚娘 陛下 陛下 这一切交代好了 太医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放心吧 谢陛下 我才然回来了 三哥 我去去就来 恭送陛下 那是武才人吧 他怀了先帝的一父子 如此变成太妃了 以后会留在宫中的 非黄疼大了 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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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乐了 陛下都走了 你还跪着干什么呀 不是 不是 走走走走 老臣 老臣现已查明 此次行刺陛下的 是隋阳帝第二字 杨俭的旧部 还有 当年 魏王李太 挟持陛下 逼供北宫门那日 入供行刺先帝的 似也是这批人 如今 这批反贼尽数扶诛 为大唐除去一大祸患 此次有惊无险 还是多磕了吴王 和五妹娘舍身就驾 正是正是 陛下 老臣今日面圣 便是为五妹娘而来 五妹娘既已怀了先帝的骨肉 按理应该接回宫中 可是 名不正在言不顺呢 不知陛下 何时正式下旨 封五妹娘太妃尊号 此事 朕在回来的路上 已经跟五妹娘谈起过 但她说 她想求个清静 不想麻烦 还是等孩子出世后 再封其为太妃吧 陛下 要是没有太妃的尊号 五妹娘常居于后宫中 怕不太合适啊 舅舅说得也是 不如这样吧 等她伤愈之后 朕便下旨 崩起为太妃 一切顺从圣意 对了 此次吴王救驾有功 朕以为 的确吴王救驾有功 足以抵消其在安州 结党营私之国 陛下 老臣会嘱托 他说 兼查御使行春 将他搜罗到的所有时政 悉数销毁 从此 不再追究此事 结党营私 行春 本已准备上奏 如若陛下空闲 不妨看看那些证据 不必了 那些东西 毁了就好 也好 不过老臣以为 还是防患于魏然 待吴王回安州以后 应该派些能臣 辅佐其左右 立刻性格刚烈 老臣担心 他受 审判坚硬小人的蛊惑 生出事端来 不知 陛下以为如何 舅舅费心了 此事容朕再想想 老臣 这便告退 来 娘娘 来 奴婢律服 见过娘娘 若需要什么 娘娘尽管吩咐 律服 辛苦你了 先下去吧 是 来 来 妹娘 高阳 来 你身子这么虚弱 别动了 我知道你回来 就赶紧过来看你了 这感业寺中 生活轻苦 你又有着孩子 一定吃了不少苦的 好 不过现在是好了 你回来了 九哥 想必派了最好的太医 照料着 其实不用那么劳实动众的 只是可惜了你这一头青丝 要照我说呀 这先皇殡天 妃嫔们不是殉葬 就是入寺的遗志 也该废了 高阳 这么大您不道的话 你也敢说出来 那又怎么了 这女子也是人 为何要被人随意读了自由 甚至是性命去 就算是皇帝 那也不行 日后呀 我定要上一道奏书给九哥 说服他 废了这一致 你想啊 这妃嫔们 若全都能返回家中去 重新开始他们自己的新生活 没准啊 还能觅得一份真情呢 其实我入改夜寺 是我自己自愿的 没有别人逼迫我 我不过是日盼夜盼 能为先帝 多诵经礼服 多祈福一些 不说这个了 你看 这个呀 是我早就准备好的 我总想着有一日 你还会回到宫中来 这卡一定用得上 高阳 你呀 如今这后宫中 竟是一对雍之俗粉 还成日里想着争齐斗艳 这下不一样了 你回来了 你只要稍作打扮 就能将那些女人 全都比下去 他们见到你呀 一定会自残行贿的 再过一段时间 等我平安地把这孩子生下来 我还是要走的 恐怕 是要辜负了你的一番好意了 至于这宫里 到底什么人会怎么样看我 我又何尝在意过 你还是要走啊 九哥知道吗 九哥 为了能让你回宫 已经闹得满朝风雨了 你对他 既然如此 那你更得听我一句劝了 若想日后能够全身而退 这眼下更是要避免惹人注意 你也知道 一个剃了肚的女人在这宫中 有多昭眼 你呀 你这心比这针尖还细 高阳 我明白你说的了 你说的都有道理 还好在这后宫里面 有你替我思虑周觉 高阳 谢谢你 你我之间 何须言谢呀 既来之 则安置吧 反正万事 总有我和九哥呢 你只要安心养胎就是了 那我不打扰你了 我先走了 谁 有你 后来 快不打扰你了 还好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 只是微臣有些好奇 这长孙太尉是以何理由来阻止陛下提拔微臣呢 你也知道舅舅 他大半生禁淫换害 若想有意针对 找一些不痛不痒的罪名 还不是信手拈来 我一直明白 陛下不必多虑 我可以为你而来 也可以为你离开 大不了 我回安州便是 三哥 万万不可 如今朝堂上的行事 三哥一看便知 朝政大都被舅舅一手把持着 朕希望三哥回来 就是想请三哥助阵一把 我们兄弟联手 与舅舅分庭抗礼 奈何 三哥回长安一时 也遭遇了诸多的阻碍 一时间 朕很难想办法为你以重任 因此 朕想请三哥为皇子师 自此留在长安 每天进宫 教诸位皇子们学习剑术 可好 陛下的安排 微臣自当遵从 陛下 启禀陛下 交助都督李玄生求见 陛下有政务在身 微臣不遍久留 这便告辞 三哥慢走 对了 陛下 微臣许久未回宫中 想趁此机会四处走走 不知可否 当然可以了 三哥 你此番归来便是回家 以后宫中每一个地方 皆可同行 多谢陛下 难怪 这里以前 是蓬婆婆的居所吧 回禀娘娘 奴婢 实不知谁是蓬婆婆 只知道 此处名为竹林雅萱 是陛下特意为娘娘准备的 来 往这边 小心啊 往这边放 小心点儿 如鸢 如鸢 瑞安 叩见姐姐 快起来 来 姐姐 你可算是回来了 傻 瑞安 久别重逢 不应该是喜事吗 怎么又苦苦啼啼的 姐姐说得是 瑞安 这些东西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姐姐 您刚回到宫中 消息便传开了 这些都是来示好的 就连皇后娘娘 都送了雪参来呢 这样的情景 倒也似曾相识 启禀娘娘 崇贤管职学士 礼义府进献的礼物 她特别叮嘱 盼娘娘能够亲戚 姐姐 这礼义府好生俗气 一个读书人 竟送了一个金灿灿的海碗来 对 这礼义府如此执着 倒也让人心生敬佩 瑞安 收下吧 是 是 姐姐 这礼大人的意思是 跟着姐姐 等若是捧上了金饭碗 她这不是送礼 而是来表决心来了 可惜她找错人了 这次我回到宫里只是一个意外 也并没有 做久留于宫中的打算 姐姐你还要走 陪我出去走走吧 顺便跟我说一说 如今的后庭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 如今宫里这些人 看着可都眼瞬了 这宫里说有变化 也不过是台上台下换了几张面孔 唱的可还是老故事 皇后娘娘出身自关笼氏族的王家 背后等若站着长孙大人为首的整个关笼门法 自是尊贵无比 可是陛下偏偏不是很喜欢她 而且这些年来 皇后一直没有子嗣 这已成了她的一块心病 王皇后应该跟陛下年纪相仿吧 这么年轻就因无子而繁荣 我想 定是有人抢在了她前面与她争宠 是那萧淑妃吧 正是 萧淑妃年轻貌美 而且能歌善舞 尤其是给陛下生了个儿子 庸王肃节 甚得陛下的宠爱 宫里人常说 若是没有长孙大人在背后撑腰 这大唐的皇后到底是姓王 还是姓萧 还真有谓可知 一个根基深厚 一个恃宠而骄 两人各有依仗 这后天 怕是不会冷清的 是啊 皇后和淑妃的明争暗斗 从陛下入东宫时便已开始了 现在看来 倒是皇后终究拉不下脸来耍坡斗狠 常常落了下风 吴姐姐 你此番回来可要稍微小心点 王皇后倒可算是个好人 那萧淑妃就不同了 极为任性放肆 就连皇后也不放在眼里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陛下偏偏喜欢她这样 就算她欺负了皇后 陛下也会说 是因为她年轻 不懂事 时常偏袒她 还年纪轻不懂事呢 都是为娘的人了 也不见有什么收敛 姐姐 淑妃 倒是一直没有送礼物过来 你放心吧 瑞安 我自会小心 不去招惹是非 对了 瑞安 这段时间 你过得怎么样 我 瑞安现在 时常视力于陛下身侧 日子过得 自然是比以前要风光滋润得多 姐姐 瑞安亲眼所见 陛下过得 是真不容易啊 自登基以来 我就再没见陛下开回大笑过 直到这次姐姐回来 我才又看见了陛下的一点笑容 姐姐 不要走了 留下来吧 我 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去找和她 好 我 我 你 对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1-2-3-3-4-0 你这会儿过来 是皇后那边 有什么新的动静吗 陛下赴感叶寺祭奠文德皇后时 有人看到皇后 曾偷偷去了感叶寺东院 寺是想与先帝的才人 五妹娘见面 五妹娘 是那个刚刚被查出 有先帝龙寺 被陛下接回宫的 那个五妹娘吗 正是 娘娘 莫非是上次 羔羊公主叫走陛下时 说的那个五太妃 皇后见她 有何图谋 只是听说五妹娘回到宫中后 皇后也曾派人送去雪参为礼 娘娘 那五妹娘 曾颇受先帝宠爱 也许皇后 是去向她请教 献媚妖宠之妙法 娘娘且放宽心 那五妹娘若真有手段 又怎会始终是个才人 更在先帝驾崩后 落得个深入感叶寺的下场 皇后也是失心疯了 才会想着找此女来当帮手 你可还有什么要禀报的 没了 很好 那你先退下吧 如果有新的动静 随时来报 是 林芝 挑几个靠得住的人 放在竹林雅萱 皇后亦有动静 随时禀报 娘娘 怎会对先帝的一个太妃 如此上心 她怎么 愚蠢 娘娘 此女怎可小看 陛下为了她 连她最爱的肃节都不顾了 明明走到了贤陵宫门口 转头便走 你们不知道她 本宫可是知道的 这个女人绝非善灵 就连当年的徐贤妃 也是失守于她 听说陛下垂青于本宫 也是因为我和她长得有几分相似 去 背上厚礼 本宫要亲自送去 是 奴婢告退 方才练剑忘形 差点伤着太妃 如有冒犯之处 还望见谅 王爷怎么那么见外 我可不是娇柔弱小的女子 王爷也并非拘泥于梵文辱节之事 我们可一同去过北京战场 照你们男人的说法 那已经是过命之交 王爷实在不必如此生分 不过说实话 我却是更习惯称你为媚娘 这样自然是最好 王爷 说真的 这番你终于能归来 与陛下团聚 实在是可喜可合 回来了又能怎样 治理已非 你我当初熟悉的那个皇宫了 失去失留 现在还不得而知 是 是因为长孙大人 我记得当年你对于制奴 你们两个便属一师一友 若我此次 真的离开长安了 便又只剩下制奴 一个人在皇宫里 那时还须 烦秦媚娘 你对她多加照顾 立刻再自谢过了 王爷这算是认命了吗 俗话说得好 事在人为 这件事 说不定还会有转机的 若要真能如此 那可真要承你急言了 实陈已不早了 总之 谁呢 当年 无王与废太子在这儿比见时 一袭绿山飘飘 那份潇洒 瑞兰到现在还记得呢 如今她也老了 等长孙大人把她赶走 姐姐再离开皇宫 这宫中 就又只剩下陛下一个了 娘娘 此药如此难喝 要不就算了吧 若是服下这龙咸汤 便能为陛下淡上子嗣 就是再难喝十倍也是值得的 那五妹娘可有醒来 启禀娘娘 那五太妃在身时便已醒来 娘娘可要奴婢安排与其见面 既然她已入宫 以后想见面也不再是难事 就两日关注此女的人想必不少 本宫就不去凑着热闹了 咸陵宫那位可有给她送礼 娘娘 这萧淑妃是亲自带了厚礼 去看望的五妹娘 这萧淑妃 平日里眼高于鼎 怎么会把五妹娘放在影里 不过也说得通 陛下对她的感情不同于旁人 加之她身份特殊 难怪贤陵宫会着急啊 看来本宫是时候去探探这五妹娘了 也许好好提醒她一番 如今这太极宫 谁才是后庭之主 是吗 原来当时是这样啊 皇后驾到 皇后娘娘 免礼 我会想到你 原来是姐姐来了呀 本宫跟太妃娘娘正聊得投机呢 娘娘知道好些陛下过去的事 是吗 虽然还未正式册封 但是太妃怀的是先帝骨肉 现象就不必拘礼了 伦恩 不知太妃在此可还习惯 本宫觉得这里太简陋了 人手也不够 太妃娘娘又正在养胎 怕是不太方便吧 本宫与太妃说话不曾问你啊 陛下的旨意还没有下来 本宫也不好随便给太妃挪个地方 毕竟这宫里的规矩是不能乱的 还望太妃原谅 日后若有什么需要 及时告知本宫便可 其实这里啊一切都挺好的 有劳皇后娘娘 淑妃娘娘费心了 既然回宫了 有些话 本宫就不得不嘱咐一番 皇后娘娘请讲 太妃怀的是先帝的骨肉 身份尊贵 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先帝 还望太妃时刻谨记 莫要忘了日后 太妃的身份才是啊 皇后娘娘垂讯的是 妹妹倒是觉得 姐姐这番话未免多余了 眼下武太妃 虽说未被正式遵奉为太妃 但是岂已在这太极宫数年 自是比我和姐姐 更清楚这后宫中的规矩 礼数 要我看啊 应是我们平日里 都向太妃娘娘请教才是啊 淑妃娘娘 这番话确实失言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一生漂泊百度 灵暗却孤独 问天地向谁倾诉 潜在历史我悔顾 恩怨情愁怎看书 敌王家终究是不归路 玄武并边沧桑 马蹄声声弯 这祸起小墙不忍堪 山贵漫长谁轻塌 恩怨情愁我赌伤 我到底受的是谁的奖赏 无言里像无自卑 被掩带着泪 躺出那个清欢美娘的谁 是我永世的双血 忽舍的一切 只是打开梦退回 心无悔 无言里无自卑 闭言带泪 功果虽然是非我无悔 是责任有大限 我就了解 如真难在世轮回 原来山落湖山水 谁长不宜着有你陪 平凡的心碎 爱过谁 幸远是你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